苹果公司对旧款iPhone降速的风波持续延烧 近来更引起外界质疑 旧款苹果产品是否也遭殃 苹果公司立即出面澄清 强调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iPad Mac或是Apple Watch等其他苹果系列产品 尽管苹果声明 故意限制手机性能是为了防止手机 因为电池老化而关机 但错了就是错了 苹果亡羊腐牢 希望大幅下降更换电池的费用 未来还会增加新功能 方便用户查看电池情况 不过用户是否买单就见仁见智了 我iPhone6是用了三年多了 然后现在是准备 本来是准备换X的 X那个时候不说有很多问题 像屏什么的都有问题 所以就想还是先不换了 然后原来那个手机就觉得很卡 然后后来就觉得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中国是继美国和欧洲后 苹果的第三大市场 受影响用户无疑不计其数 上海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候投报 苹果用户投诉电池质量 以及突然关机的案件 从2015年的964宗 增加到去年2615宗 这个民间法律组织近来发出查询函 限定苹果公司使天内回复 从消费者个体来讲 他很难从他个人的这个能力上 就这些相关的问题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所以从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我们依据法定的授权 我们代表众多的消费者 去向苹果公司查询这些问题 全国各地针对苹果酱素门的诉讼案源源不断 在美国、以色列、韩国等各地就有超过30宗 尤其在韩国超过38万人参与诉讼 让苹果今年落脚泡菜国的大计 恐怕是一波三折